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是搞得不好呢 你像二九年的危机 那个很惨了 损失的财富是不得了 不过我想这次的危机不可能像二九年那样 不是很多经济学家都说二九年重演吗 我估计是不可能的 因为什么呢 二九年的时候我们没有凯恩斯理论 凯恩斯理论他讲宏观的均衡 总需求和总军 总供给要平衡 总供给就是社会生产出来的财富 总需求就是大家 老百姓政府或者出口 购买的东西加起来 这两个东西要相等 在前述上也相等 我们那时候就不懂怎么调整这个总需求和总供给 所以它这个差别啊 那个总需求萎缩得很厉害 而政府的行为呢 又加速了这个总需求的萎缩 所以它调整不过来 现在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现在我们很明白这个总需求有什么决定的 比如说凯恩斯理论里的一个说法就是 政府购义批人去挖沟 再购义批人把沟填上 需求就增加了 需求就增加了 你发了工资 大家就买东西了 买东西就活下来了 这个社会 大家起初很不理解这什么道理 然后呢 凯恩斯反复地讲这个道理 这不是人类自己白忙活吗 就是如果你东西卖不出去的话 是工厂就不能开工 它货架上还满着呢 不然再开工 连货架都搁不上了 是吧 所以今天老胖我做想要费 使得这个有人来购买 这个工厂就开工了 这个时候财富就生产出来了 财富生产是要靠工厂开工 这要靠需求 过去大家就懂得生产不懂得需求 像这次应用危机也是有这种问题存在 没有需求吗 不是 需求不足吧 像我们国家的问题就是内需不足 大家老说这句话 所以需求上去了 工厂就愿意开工 价格也可以卖得比较好 所以这两天减息嘛 减息 减息也是一种增加需求的一种办法 当然它这个作用很有限 您觉得有没有更有效的办法提这内需呢 当然办法是很多的 我没有研究之外能哪一种办法好 比如说现在放送货币供给 就是大家比较容易得到钱 在银行比较容易得到钱 银行的内需率降低 这些都是增加需求的办法 这个 现在美国那边不是国会通过什么几千亿 就是嘛 这个争论我发现从国际一直到国内 都是对于 就咱们所说的一个市场理论的一个考验 美国人现在都说快社会主义了 就是说那你要政府干预 这对所谓的自由市场的这种信念 是不是动摇呢 你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就是因为有这个危机啊 大家认为这是自由市场造成的 因此就认为我们是不是要修改这个自由市场的规则 那么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啊 就是首先我们要用自由市场的规则是些什么规则 我觉得第一个规则啊 就是分散决策 分散决策 就是千千万万的消费者和生产者 他们自己决定我买什么东西 我消费什么东西 我生产什么 我生产什么 我瞄准了市场的价格 价格高我就买 爱我就生产 价格低 我一培股我就关门 就千千万万的分散决策者 还是一个集中决策 因为市场经济是分散决策的 谁也做不了组 现在石油价格在降 一个人他没有能力来控制这个价格 价格是千千万万人合力造成的一个结果 这就是市场的第一个特点 所以看不见的手 手是看不见的 相反的一种集中决策 那就是我们过去搞的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 看得见的 你每个家庭吃多少粮食给你多少粮票 穿几次布给你几次布票 工厂按照这个任务去生产 这是集中决策 是 我所以说我就看了看关于这个 毛老师这个择优分配理论的介绍 我为什么觉得我一下子等了很多 他就单单一个价格 这个里边奥妙无穷 就是说咱们人类生活在一起 各种各样的资源 怎么知道哪需要什么 什么该出口 什么该进口 对吧 这是只有交换 交换才能知道你需要这个东西的程度 所以他说计划经济最终证明它是不可行的 为什么因为没有哪个天才的数学家 能算得出来这么多的资源 我们哪需要多少哪需要多少 所以说这东西我们先去一下广告再谈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